師傅 我真的很喜歡MIRROR 你可以幫我看他們下年的運程嗎 冷靜點 幫著你 今年屬套的姜濤 有天月貴人星的幫助 還有桃花星 另外還有屬豬的Anson Lo 有天德和福星的幫助 事業上在今年來說依然強勢 而牛年對於姜濤來說 可能情緒波幅比較大 但好地方是今年苦年有太陽星的扶持 對於情緒有比較大的穩定在用 另外有屬套的Tiger和屬豬的Jeremy 同樣有吉星的幫助 所以今年的發展都服務二代 最後值得關注Ian 因為屬雞他今天有紫微星的幫助 在個人表現上和生意上都有正面的提升 另外屬馬的Stanley 今年就留意了 容易樹大招風 所以今年可能說話上留意一點 以至容易招留一些是非和妒忌 而屬猴的AK和Jer 今年就特別留意了 因為他們今年容易遇到一些 阻滯或者舞台表現相關的表現 就不太穩定 可能今年花點時間精神去處理這些問題 屬蛇的Alton和Lokman 今年有太暗玉堂星 其實都容易遇到女性貴人的扶持 所以亦花今年對她來說是不錯的 另外還有屬龍的Frankie 和屬鼠的Edan 因為今年沒有大吉星幫助 所以在舞台表現上要特別留意腰腳問題 尤其是在二月、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時間 那我相信你了 師傅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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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730的讀者 大家好 我是陳家祺 祝大家苦練 行好運 身體健康 恭喜發財